大家好 我是喵小千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PRB 90分鐘 內主賽道第18站 這一站是Project Card 2 GRA 在美國的德州 Mortal Spinway 這道賽道 原本是一個 鬧拳仔的賽道 那我們這一次的比賽 是包含場內的場地的 Mortal Spin 旗袍第一個旗袍 第二個我 後面好像有一個人慢 在後面 一開始 就發生了碰撞 這一場才開始加入 因為外國人 ADJ 跟雙手發生了新聞的碰撞 雙手稍微超強的 有點慢 台灣第一個彎 開太快了 第一個彎就上牆了 雖然前面領先都不曉得 雖然領先優勢 滿快就收短了 在這裡我超過了小路 上去到第二名 在這裡 在這裡吃到了草 打滑了一下 整個在草地上 沒有辦法下車 下午座還是開出去了 安全的回到賽道 之後已經過到了 接近最尾巴 現在 我們希望不會 因為 在這段完成功 阿賢並還 搶著那些 搶了過去 又上升了一個位置 在 持續維持在高三的音音聲 唉唷 畫面都在畫喔 啊 前面這是誰 小路 小路 撞車了 前進了一位 努力版回剛開始跳的名次 前面就是ADJ 他是全車唯一一台 在開伏特的 我覺得呢 欸 你看啊 伏特就是 最難上手 敗伏他 膽子這麼大 前進了一段 再度來到高四區 GTA對上 狂狂增加的服务 其實 其實沒有太多的明顯優勢在直線路段上 我覺得他已經像比較好聽耶 距離有縮短嗎?似乎縮短了一點喔 這樣想定了一下就可以靠著尾了喔 聽起來剛剛那個腕小小似乎跑的比較快一點 我攻這裡騎好一點點捷徑 直接吵了過去 系統沒有掉的管位只剩七日了是吧 我又選擇了上升的印尼 而且還沒有看到前面的車 是不是有點遠啊 ADJ距離要開始拉近 只剩下它比GTR比較快嗎? 已經貼到屁股了 ADJ選擇路線上遊秘不定 GD再一次拉開 好可怕啊 胡扯 我才剛抽了ADJ現在放阿賢 又抽了ADJ的尾巴 最後一個彎阿賢被熟住了內線 今天是這個彎線 哇!出彎的時候ADJ稍微濕了一下 尾巴擺了一下速度慢了下來 今天還是有優勢的加上福特的增壓 超強渦輪 GD又拉開了 他這樣下去了 阿賢又要穿後面的滲手 開始絕對啦 де凳 再拋出去 內線直接讓人 現在就要擦一擦成功 擦一擦之後 阿新朋友馬上被甩開 被趕快捷緊 在這個反角彎進攻 那些...啊!不對!直接親上了 聖書的屁股 殺不住嗎? 肚子會吵出來 是不是頂上去啊?殺不住嗎? 現在看的是Gregor Gregor也是這場才加入的外圍 他當然是全場外圍開了B&W Gregor Gregor直接讓人比較無力啊 我阿新剛剛裝了一槍 不知道操作還能跑多快 Gregor已經成功來到阿新的前面了 轉彎快要結束了 你把阿新的速度好像開始上來 欸!怎麼出來Gregor有開掉了 乌奈的手做的內線 我給阿新任何一個輕入的機械 阿新任何看的那種動啊 B&W應該非常... 非常非常難 在B&W來說這場戰鬥 跟我們京都所有人 同一段人開 具體壓都快很多 很難不停 阿阿那是誰 你們在找來 我自己也找到了 啊阿那是誰 我的三心 你自己也找到了 我們在那邊 你找到一條街 你找到一條街 我把這個地方 你找到一條街 你找到一條街 我們在環境區域 來先準備超車 誒? 怎麼這樣? 看來是入完盒沒有辦法 鏡頭上的地方都是無問題 我已經在入完之前 就已經貼到快要敲得過了 所以我過完那邊馬上走 又麻煩 會來到守著一個內線 不斷的守著 只要一個大鷹就會被穿過了 就算沒有大鷹一樣會被穿過 每個在車守內線 啊!先從外車進攻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剛剛的陰影 這次找下車很多 會破一個開麥下車 把外面去了 我先交換之後 阿鷹拿到前面的位子 如果要說的話 這個機會無可能是在 阿鷹每次會變慢那個地方 喜好我也留說不定跟得上 阿鷹 拉近了拉近了 拉近了 拉近了 為了要站到內線 阿鷹整個跑到跑到外去 阿鷹又要再一次跑到外出 拉近了 你又要再一次跑到外去 拉近了 阿鷹又要再一次跑到外去 有失誤 看來剛喝到車子真的是 有一大一定的影響 沒想直接往屁股頂下去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藤原他追上了 ADJ 應該是前面有失誤 所以藤原被超車了 再又閃了一下燈 閃了兩下燈 ADJ跑開了 直接被超過去 好人喔! 太負責人了 終於再一次 跟上一圈好像一模一樣的情況了 這一次好猶豫的家屬 Rake拿到前面的位置 回來了有名字 可是出彎的時候跑太遠的外面了 用來用先交換槍 快點在這邊吃 我吃到草 經過不從安心的畫面中消失了 我跟上了 我跟上了剛剛 失誤了Grade 所以剛剛躺在 路邊那台 應該就是我了 我怎麼自己沒有印象這件事情呢 我都想不起來了 畢竟倒已經是 將近一年前的事情了 原來你們自己會 沒有空可以做這些影片 就會失散了 近期應該是想算把它 剩下的長次到24 把它一口氣完成 進去 經過這個 GTR滿滿優勢的D群 外機 黏上了Grade 馬上準備下手 從外側下手 這下手應該下不成了 我想要Grade跑開路線比較快 我拿到前面的位置 但下個彎我還是外側 又再一次利用這個小小的捷徑 這要有開 那個 罰則來練車 可不可以知道呢 這邊是國外被罰了 不過還是沒成功啊 這一次 不算很滑再滑 平常 比較不會這樣彈 至少我啦 我不改 你看那邊 很滑很滑 剛才應該是沒拍到的部分 就是因為 我稍微打滑 所以加速就滿了 再一次 弧心去 再一次我成功在 到 底的轉彎之前 走到並行 跑了快一側 看來要是這個彎充 可能會滿困難的 怪了自己小小的事物 吃到了草 被我穿過去 欸? 沒過一台 也失誤啦 一次 上下兩個 我是從第二掉下來的 所以 改成了 現在的目標是 上修 晚上滿場 跟上修決鬥的 快點 快點快 現在都跑快了 我黏到西路為流 似乎上火不是這麼明顯啊 很日拉日開 我靠村為流 應該還有機會 再 跟上去 跟上了 再轉彎前跟上 接下來就趁著 轉彎區 還要似乎 尾巴摔一點 出去 發現我開了好像 就 比其他人飄一點 吃到了草 哇 剩修,我趁一點你吃到飽 吃什麼走啊 下一圈 哎喲,再四圈一半 我巧克力要放雙片 我可以在一彎之前 趕上剩修 我選擇了外側 趕快抽兵器 超過去了 可是還沒 這還有很有可能 在第一個彎會反超 水球沒有反超成功 我拿下前面的外子 後面的阿賢 重新振作起來 就像Grade 為了 維持了手術內線的風格 再次沒有再跑開啦 再一個彎 再一次守住 漂亮的防守 而且居然把車都關了 等等 這個初步我一樣囉 這不是 透海的大絕招嗎 關燈攻擊 欸還真的一直關著 大海就不小心關掉了 太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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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 目前 在 PS4上面玩 唯一一個玩得到 晚上的模擬器才看得到的畫面吧 不錯 關燈的麗下的晚上 就在門量 看起來Corep還是知道它在後面 持續要守著內線 不可能是任何一點機會 關燈的下午了 看起來不怎麼樣 這黑燈了 真的是關燈好幾樣 太扯了 以上就是我們在故事發展的精彩片段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個讚 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要播出新的影片 還有FB粉絲團和Line的官方帳號也可以去追蹤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